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前面我们也定义了什么叫做线性transformation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这个线性变换实际上是把两个线性空间之间的一个映射 这个线性变换会把其中一个线性空间里的元素映射到另外一个线性空间里的元素 但是这个线性变换本身要满足一定的线性条件 我们才会来到线性变换 那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从一个空间v到另外一个空间w之间的变换或者线性变换 可能不只有一种 我们前面讲了如果一种的话我们来怎么分析 我们得到它们的rand 得到它的nonspace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止一种那不同种类之间的线性变换之间有什么关系 好 我们先看一个definition 那这个definition if w is a linear space w本身要是一个线性空间 但是v并不一定 for x equal to belong to v 现在并没有确定v是一个线性空间 所以v可以是任何一个集合 它是任何一个空间都可以 它不必具有线性的关系 那现在我t和s是两个映射 那这第一个也就是两个变换 第一个是从v到w 第二个s也是从v到w 所以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变换 那这两个变换都从这个space v映射到w 那w是个线性空间 那v因为 v定是个线性空间 所以t和s显然都不是线性变换 因为线性变换必须是从线性空间到线性空间的变换才行 所以现在v是个任意这个形式的空间 那么t和s也是任意形式的变换 那么这个definition告诉我们 如果我有两个变换都是从v到w 那w本身是个线性空间的话 那么我就可以定义什么叫做s加t这个变换 也就是s和t本身都是变换 那么s加t我们也把它也叫一个变换 那这个变换也从v映射到w 那这个变换的意思呢 就定义成s作用在x上 然后t作用在x再加下 所以这是个定义 那同样我们可以定义如果一个常数 一个常数一个rreal number 作用在我一个变换t上 那这个意思就是我t作用在变换 然后再乘上s 所以这两件事情都不一定成立 那我们当然知道 如果我们的s和t都是线性变换的话 那这件事是自动成立的 因为右边这两件事实际上是线性的关系 但是我们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这个t和s并不一定是线性的 就是在我们这个假设里面 t和s并不一定是线性变换的 如果不是线性变换 那么s加t和ct本身是不满足 这个不一定要满足线性规则的 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 所以这是个定义 并不是这个可以推导出来的 那么定义s加t和ct 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线性规则运算的 有了这个以后 那我们下面看一个定义 if v and w are both linear space 所以这个定义 这个条件变强了 也就是我要求我的v和w都是线性空间 而且t是一个线性变换 我们的t是一个v到w的线性变换 那现在我们就说 那t从一个线性空间 到另外一个线性空间的线性变换 到底有多少种 那这个也不止一个 也有很多 那我们把所有这些线性变换 构成一个集合 那这个集合又构成一个新的空间 那这个空间我们本来叫做l v w来表示 那么这个定义告诉我们 这个空间本身是一个线性空间 OK 这是什么意思 所以这个稍微有点更多一层的逻辑在里面 所以我们再看一次 t本身是一个线性空间v到线性空间w的一个线性变换 那t是其中一个变换 那我们当然不止这一个变换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变换 那所有这些变换在一起也构成一个空间 所以这个空间里面的元素是什么 这个空间里面的元素都是线性变换 OK 那所有这些线性变换在一起 构成一个空间 那这个空间里面的元素自己也可以加减 那加减就是按照上面的定义做加减 也就是s加t就会变成s加tx 那我们也可以成成个数字 那上面这个加减和成成个数字的原则 实际上就是我们线性空间定义性线空间的原则 也就是我所有的l v w里面的元素 都满足这个线性规则的话 那它们自己就是一个线性空间 所以现在我们得到了一个线性空间 那这个新的线性空间里面的元素是一个线性变换 而这个线性变换又是两个线性空间之间的变换 所以现在稍微有点绕 但其实也还好 大家把它想通了就知道了 那有了这个线性空间 线性变换的线性空间这个概念以后 那我们继续来看什么叫composition 那我们现在就来主要来探讨不同的线性变换之间有什么关系 换句话说也就是l v w这个线性空间里的元素之间有什么关系 那它们之间我们说可以相加 那它们之间也可以成个常数 那它们之间还没有其他的关系 那有个很重要的关系叫做composition 叫做组合关系 那么第一个definition告诉我们 我们假设t是u到v的一个变换 那这个也不一定是个线性变换 那s是v到w的变换 那这个也不是个线性变换 所以我的u v w也没有假设它是线性空间 那这个这两个变换也不是线性变换 那只是一般的空间之间的一般的变换 那现在我要定义一个新的元素叫做st 那什么叫st 也就是本来没有st这些东西 我只知道t是u到w的变换 t是u到v的变换 s是v到w的变换 那我新定义一个变换st st呢我用home这个方式来变换 也就是st作用在一个元素x上 那显然这个x一定要属于我们的u才可以 因为我们只有u我可以作用在我的t 所以当它作用在u里的元素x上的时候 它就等于先作用t 那t作用在x上以后就会变成v里面的一个元素 对吧 我们的tx是属于v里面的一个元素 那接着v里面的元素 我又可以通过s作用它把它变成w的元素 所以这个我们定义st这个变换 实际上就是分两次做 先做t再做s 那我们的st这个变换 就会发现它就会把u里面的元素 直接变成w里面的元素 也就是我们通过两个t和s 定义了一个连续的变换关系 本来t是把u变成v 那s把v变成w 那我们连续的变换 把u直接变成w 那我们定义了一个st 那这个我们管制到s和t的composition 两个变换可以连接起来 得到一个新的变换 那有这个连续变换 我们看这个连续的composition 满足什么性质 那就是下面这个定理 那这个是sociativity 那是结合率 也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有三个这种变换 就是t是u到v的变换 那s是v到w变换 那r是w到x的变换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rst显然就是把u到x的变换 对吧 因为t可以把u变成v 然后s再把v变成w 然后r再把w变成x 所以我们直接是u到x变换 那这个变换我们怎么作用呢 这个变换底下告诉我们 它是有结合率的 它实际上是相当于 我们先作用st 然后再作用r 或者我先作用t 再作用rs 这两个是相当的 也就是composition 是具有结合率的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下面这个定理 那这个是关于线性变换的定理 前面那个定理 告诉我们 它我们没有要求 它是线性变换 都是一般的变换 对一般的空间就可以了 那现在我们看 如果我们把这个composition 应用到线性变换 我们会得到什么 if u v w a linear space 因为我们讨论线性变换 所以所有的空间 都必须是线性空间才可以 那么t是u到v的一个线性变换 s是v到w的一个线性变换 那当然我们根据刚才的定义 我们st就是u到w的一个变换 起码我们知道它是个变换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它不只是一个变换 而且它是一个u到w的线性变换 那这个我们来稍微证一下 那非常好证 那怎么要证明 它是u到w一个线性变换呢 那我们只要看我们的 st作用在u上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u元素我们写成ax加by 就是我们作用在u上的一个元素 那这个作用根据我们刚才的定义 它实际上等于s乘上t 作用在ax加by 这是我们composition的定义 实际上我们分两次来做 那t是个线性变换 所以我们就会知道了 这个就会等于atx加上bty 就是因为是线性变换 我们有线性关系 那紧接着我们再根据线性关系 s本身也是一个线性变换 所以它也满足所有的结合率交换率 所以它就会写上astx加上bsty 那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st本身也满足我们的线性规则 那既然满足线性规则 就说明st本身也是一个线性变换 所以这个定义就告诉我们 两个线性变换的composition 一定还是一个线性变换 好那现在我们又 这个再给一个新的定义 那这个定义和我们后面一会儿要介绍的 这个rewards是有很重要的关系的 if u v w 线性空间 linear space 也就是现在我们三个线性空间 and st 是属于 v 到 w 这个线性变换组成的线性空间里面 大家还记得我们定义了 也就是 v 和 s 和 t 是什么 s 和 t 就是 v 到 w 的线性变换 那所有的这些线性变换构成一个线性空间 那这个线性空间我们用 l v w 来表示 那现在我 st 就是形容里面两个元素 那两个元素的意思就是 s 和 t 分别把 v 线性映射到 w 就是这个意思 那下面我们下面两个有两个结论 首先有一个 r 这个变换 那这个 r 这个变换并不是个线性变换 它是把任何一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是随便的什么东西 一个抽象的集合映射到我们的 v 上 ok 你给我一个某一个新的集合 这个集合里面也不一定是线性空间 那我们 r 就把这个空间里面的一个元素映射到这个线性空间 v 上面 那我们右边就会告诉我们 这个定理就告诉我们 那么 st 加 t 作用在 r 上就等于 st 加上 tr sorry 这应该是 s r 加上 tr 那就有分配率的 也就是换句话说我 st 当然本身是一个线性变换 那这个线性变换就相当于我把 s 作用在 r 上再加上 t 作用在 r 上 那同理我如果把一个常数乘在这个 s 上 s 是一个 v 到 w 的线性变换 那我可以把这个作用在 r 上相当于 c 乘上 s r 那换句话说我们的 s r s 有了 r 这个变换以后 那我们右边这个就相当于把我们的任意一个元素里的东西 先变成 v 通过 r 然后再通过 s 或者 t 映射到 w 就是它把一个这个任意的元素 这个映射到 w 那这个是我们的定理 e 的原因 那 2 如果 r 是一个 w 到 u 的线性变换 那现在 u 也是线性空间 w 也是线性空间 所以我可以定义它们之间的线性变换 那 r 就是一个线性变换 那这时候 r 作用在 s 加 t 上就会等于 rs 加 rt 那是因为大家都是线性变换 所以满足线性关系 而且也满足线性的分配率和结合率 所以 r 作用在 c s 上就会等于 c rst 那我们看 那这个变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把 先做 st 然后再做 r 也就是先把 v 映射到 w 然后 w 最后再由 r 映射到 u 那是这么一个变换 那我们看一下这两个变换的意思是什么 这两个变换主要在强调 r 在上面这个变换是在右边 它是一个右侧的变换 也就是我先要做 r 再做 st 那在 b 这个环境 这个条件下 r 作用在左边 也就是我先要做作用 st 再作用 r 那当然这个是根据我们 composition 的关系 也就是我们上面是 r 先把一个这个结合映射到 v 那再通过 s 和 t 把 v 映射到 w 那底下是我要 s 和 t 先把这个 v 映射到 w 里的元素 然后我的 r 再把 w 映射到 u 里的元素 我们看到 r 到底是怎么映射的 规定了 r 和 st 这个 compose 在一起的时候 必须放在左边还是右边 也就是如果 r 是 w 到 u 你把 r 放在 st 的右边是没有意义的 你放在右边 这个我们的集合的映射是不连贯的 所以这个定理主要告诉我们 我们给我了不同的映射 它们之间的顺序是一定顺序的 虽然我们有结合率分配率 但它们的交换率通常不会满足 因为我们的映射关系 所以我们的顺序是不能变的 那这个在我们 home 的定义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下面我们会看 好 那我们下面来定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做 inverse inverse就是逆或者叫反函数 那大家这个都很熟悉 我们以前任何一个函数就有反函数 假设我们从 t 是从 v 到 w 的一个映射 现在我们并没有要求它是线性映射 所以 v 和 w 并不一定是线性空间 那这个映射也并不是一个线性的变换 那我们的所谓的 inverse 那意思就是我们从 w 要运回到 v 去 这是 inverse 的意思 就是你现在一个变换从 v 运到 w 那我们反过来就是把 w 运回到 v 那这个定义如果严格来看 我们其实并不是把 w 运回到 v 原因是我们当初这个映射 把 v 映射到 w 的时候 通常来讲我们并不会映射过来 并不会把 w 占满 而它只占了 w 的一部分 也就是我所有 v 里面的元素 只映射到了 w 的一部分 那这一部分我们先定义了叫做 v 的 range 我们用 tv 来表示 那换句话说 我们如果想定义反应数 我们只能定义 tv 的反应数 有 tv 里面的一个点 我可以定义反应数 也就是它从哪个 v 来的 但是如果某一个点 在 tv 外面 但是又属于 w 那我们是没有办法定义反应数的 因为根本没有 v 里的元素 可以等于这个元素 所以实际上严格的讲 定义 我们并不是从 w 到 v 而我们要从 tv 到 v ok 因为只有 tv 里的元素 才是从 v 里的元素映射过来的 所以它在存在反应数 而且我们刚才又讲了 我们的反应数 我们做实际上是一个 composition 那任何做 composition 的时候 一定要分清楚顺序 刚才我们那个定义 特别强调了 从左边和从右边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现在要定义的 我们先定义什么叫做 left inverse 从左边作用的逆 那左边作用的逆的意思就是 我要先作用 t 然后再作用 s 也就是任何元素 我先作用 t 把它映射到 tv 里面去 然后我再用 s 把它从 tv 给映射回来 那这个关系 那我们说这个 s 和 t 要等于 iv 也就是等于 iv 就是横等 什么都不变 那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个意思就是 假设我的 x 是属于我的 w 里面的元素 那假设我的 y 是属于我的 tv 里面的元素 那这个 tv 当然是 w 的一个子集合 对吧 那有这个以后 那我们说我们的 s 作用在 tv 上 也就是 s 作用在 y 里面的元素 就会等于 s 作用在 y 又是从 x 从 v 映射过来的 作用在一个 t x 的元素 那这个我们就等于定义了 st x 也就是 s 作用在 y 上 假设这个就会等于 x 的话 如果满足这个条件的话 那我们就说这个 s 是 t 的一个 left inverse 也就是我作用 t 以后 再从左边作用 s 它会回到原来的 x 点 那这叫 left inverse 那同样我们也可以定义 那 right inverse 那 right inverse 那它的这个就反过来了 所以 right inverse r 我也要作用在一个 y 上 那我们可以看到 right inverse 我们要先作用 r 后作用 t 也就是我 t 如果作用在这个 ry 上 我要求它等于 y ok 它是反过来的 也就是我先从 t 的元素 y 出发 我作用一个 r 把它映射到 v 里面去 然后我再从 v 里面通过 t 把它映回到 t 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我要规定它回到原来这个元素 那这个时候我这个 r 就叫做 t 的一个 right inverse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定义 left inverse 和 right inverse 两个不同的 inverse 这个 inverse 那这两个 inverse 那这两个 inverse 都是从 t v 到 v 的 这个变换 好 那像我们看一个例子就比较清楚了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那假设我们的 v 就是 1 和 2 w 就是一个 0 那我们的它之间的变换也很简单 就是不管 t 都在 1 上还是 2 上都等于 0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那对于这么一个简单的例子 那它这个变换的 left inverse和 right inverse 都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先看它的 right inverse 所谓的 right inverse 就是 我要找到一个 r 使得我的 t r 送在 w 上等于 又回到自己 对吧 那我 w 只有一个元素 0 所以我要找到的就是找到一个 r 使得我的 t r 0 还等于 0 我找到这么一个 r 就可以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那对于这道例题来讲 我们 r 有不同的取法 我们可以取 r 1 第一个 right inverse 等于 1 那我取了它等于 1 以后 那当然这是一个 inverse 它会从 把 w 的 0 点 运回到原来的 1 这个点去 那有这个以后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 t r 1 作用在 0 上 就会等于 t 作用在 因为 r 1 现在是等于 1 的 所以 t 作用在 1 上 然后 t 作用在 1 上 另外一个新的变换 叫做 r 2 那它等于 2 它把 0 映射到 2 上 它并没有映到 1 所以这是两个不同的映射 但不管怎么样 我们可以看到 t 如果作用在 r 2 上 它也等于 t 作用在 2 上 因为现在 r 2 作用在 1 上 它同样它等于 0 也就是 r 2 r 2 也是一个 rate inverse 可见我们现在这个例子 对于我们这边很简单的映射 很简单的空间 我们的 rate inverse 就有两个了 所以 rate inverse 通常来讲 不一定只有一个 它可能会多于一个 我们看一下 left inverse 那 left inverse 我们要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求的是 这个 v 空间里的一个元素 叫做 x 那我 先把它映射到 t v 空间 然后再做 s 我要求这个 一定要等于 x 才行 我要找到这么一个 t 使得这个满足 这个条件满足 那我们看能不能满足 那这个我们做一下就知道了 现在我不管 x 等于 1 还是 2 它都等于 0 对吧 我这个 t x 就一定是横等于 0 的一个 所以这个不是别的 这个就是 s 0 所以我们要求 s 0 等于 x 可是 s 0 是什么东西 s 0 是 s 作用在这个 0 上面 那 s 作用在 0 上面 我要求它等于 x 可是 x 我现在不知道到底是 1 还是 2 对吧 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个映射 你这个映射必须告诉我 s 0 到底等于 1 还是等于 2 那现在我不知道 s 0 到底是 1 还是等于 2 所以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个映射 所以我没有办法定义这个映射 也就是我这个例子里面 不存在 left inverse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我们存在两个 right inverse 但是我们不存在 left inverse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定义一个 left s 使得 s 作用在 t x 还等于 x 通过刚才这个例子我们已经进一步的对 inverse 有一段了解了 那下我们来看一下 inverse 满足一些更多的一些性质 那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a function t from v to w 那这个 t 就是一个 transformation 而且一定是个线性 transformation 告诉我们 那这个意味着我们的 v 和 w 都是线性空间 而 t 是一个线性 transformation has at least one right inverse 至少一个 right inverse and at most one left inverse 最多有一个左边的 inverse and if t has a left inverse s then s is also a right inverse 所以这个定理我们一共分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至少有一个 right inverse 不管你任何一个线性变换至少有一个 right inverse 第二个部分最多有一个 left inverse 那大家可以可见 left inverse 比 right inverse 要严格的多 对吧我们的 right inverse 可以至少有一个 就一定会存在 而且至少有一个 而且这个个数可能会多于一个 那对于 left inverse 来讲 有可能不存在 而且如果存在的话 也最多只有一个 所以我们 left inverse 会更严格 那最后一个告诉我们 if t has a left inverse s then s is also right inverse 那同样 如果我存在一个 left inverse的 s 那 s一定也是一个 right inverse 所以可见 这个 right inverse 更容易构造 那 left inverse 不容易构造 那我们来稍微看一下 这三个定理是怎么样 证明的 那也很简单 那么假设第一看第一个 第一个 我至少存在一个 right inverse 假设我们有 t x 等于 y 那这是我的映射 那我总可以定义一个 r y 等于 x 那这是我的定义 可以定义出来 既然你 t x 等于 y 我就硬定义一个 r y 等于 x 那有了它以后 那我们就会得到 我们的 r t 我们的 t r x 因为是 right inverse 所以我们 r 作用到 右边 那它作用在一个 y 上 y 是我们 w 元素 那 t r 作用在 y 上 就会等于 t 作用在 x 上 那就会等于 y 所以我们说 t r y 等于 y 那么 t r 本身就是 right inverse 所以我们说我们可以很容易的定义出 这个 right inverse 就像刚才我们定义 刚才我们定义 r e 0 等于 1 r i 0 等于 2 那这都是我们定义的 所以我们的 right inverse 可以简单的定义 定义出 right inverse 而且它一定会存在 那我们再看第二点 那是第一 一定至少存在一个 right inverse 直接 by definition 这定义就可以了 那最多存在一个 left inverse 那我们假设存在两个 left inverse left inverse就是 x e t x 要等于 x 那同时我们假设 x 2 t x 也等于 x 对吧 只是 x e x 两个不同的 left inverse 那有两个不同的 left inverse 那就告诉我们 s e t x 就会等于 s 2 t x 因为它们两个同样的事情 那 t x 是什么 t x 就是 y 对吧 t x 作用在什么就是 y 所以我们得到 x e y 等于 x 2 y 可是这个 y 是任意的 t v 里面的元素 那这是任意的元素 那告诉我们 如果我们这个还成立的话 那唯一的条件就是 se 等于 s 2 所以我们会看到 如果我们存在 left inverse 那么它们最多只有一个 如果有两个 它们一定会相等的 OK 第三个 假设存在一个 left inverse s 那么 s 一定也是个 right inverse 那好 那我们假设存在一个 left inverse s 那就是 s t x 已经等于 x 了 那这个 s 是一个 left inverse 那我们来看 我们就立刻推导出来 我们假设把它两边都作用在 s 那就 t s t x 要等于 t x 那这个会等于 y ok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告诉我们 s t x 等于 t x 那 t x 是等于 y 那这个 t x 本身就等于 y 所以这个就可以写成 t s y 就会等于 y 对吧 那这个说明了什么 说明 s 一定也是个 right inverse 因为它现在作用在右边 而且作用在 y 上 也会等于 y 所以它一定也是个 right inverse 那就证明了我们定理第三个 也就是如果 s 是一个 left inverse 那它必定是一个 right inverse 所以我们再次强调 根据这个定理告诉我们 right inverse 非常容易 一定会存在 但是 left inverse 很不容易 不一定会存在 好 那我们 summary 一下这个部分 我们首先讲了什么叫 composition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也就是我们有两个以上的 这个 线性变换的话 也不一定是线性 两个以上的变换的话 那它们之间是可以做连续的变换 那这个变换叫做 composition 那它也满足我们所谓的结合率 它又定义了这个变换 实际上就是 分别一层一层的变换 我们就叫 composition 那下面又定义了什么叫做 linear space of linear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假设我们的 v 和 w 都是 linear transformation 那我们定义 v 和 w 就是 所有这一类的 从 v 到 w 的线性变换 构成了一个新的结合 那个新的空间也是一个线性空间 那我们把它记住这个 l v w 那最后我们定义了什么叫做 left and right inverse 那就是分别 left inverse 就是从左边作用 一个 x 要回到自己 这个 right inverse 从右边作用 那当时它一定要做在 tv 上 那也要等它自己 这个部分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我可以失去